国际新闻方面来跟进 美国旧金山沿海城市半月弯 枪击命案的后续进展 在当地居住十多年的 中国籍嫌犯赵春丽 星期三面控 被告面对七项谋杀罪 和一项自杀谋杀未遂罪 一旦罪名成立将被判处 终身监禁或死刑 67岁的赵春丽 23号在半月晚 两个蘑菇农场先后涉及8个人 造成7死1重伤的命案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 凶途星期三 以7项谋杀罪和1项杀人未遂罪 被控上圣马特奥最高法院 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在2019年宣布暂停执行死刑 根据马西法受害者和家属可以参与诉讯程序 也有权发言 因此警方将尽快会见他们收集意见 来自中国的嫌犯出庭时因为语言不通 检方必须通过通议员协助沟通 让调查难度大增 加上从未处理过类似个案 结果案件变得非常棘手 目前嫌犯的犯案动机依然不明 但事发农场一名发言人说 凶徒曾是其中一家农场的员工 还与同事住在农场宿舍 警方初步判断 这起凶杀案是职场纠纷引起的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